第十二章 真其高兮要其荒 第一集 上回说到 常玉春带张无忌终于寻得蝴蝶谷 正求胡青牛医治 却显被他赶出谷去 一番僵持之下 张无忌一时寒毒上冲 竟昏死过去 带胡青牛抓到张无忌手腕 只觉他脉搏跳动甚是奇异 不由得一惊在凝神搭脉 这娃娃所中寒毒十分古怪 难道竟是玄冥神掌 这掌法久一时穿 世上不见得有什么回事 可若不是玄冥神掌 这又是什么 如此阴寒狠毒 更无第二门掌力与之近似 且这娃娃重此寒毒为时已久 居然没死 又是一击 究竟是什么 好 是啊 定是张三丰的老道 以身后功力为他续命 可险下阴都已散入五脏六腑 交缠固解 除非是神仙才救得他活了 心中记忆响明 胡青牛又将他放回椅中 过了半晌 张无忌悠悠行转 只见胡青牛坐在对面椅中 望着药炉中的火光 凝丝出神 长玉春却躺在门外草径之中 三个人各想各的心思 谁也没说话 胡青牛毕生前心医术 任何疑难绝症都是手道病除 这才得了一仙两字的外号 一而称到仙 可见其医术已神乎奇迹 但是玄冥神掌所发寒毒 他一生之中从未遇到过 而仲此剧毒后 居然数年不死 而缠入五脏六腑 更属匪所思 他本已决心不给张无忌智商 然而碰上了这等毕生难逢的怪症 犹如九徒见佳酿 老涛闻肉香 怎肯舍却 寻思半天 终于想出了一个妙法 我先将它治好 然后将它弄死 可是要将它体内散入五脏六腑的阴毒驱出 又谈何容易 胡青牛苦苦思索了两个时辰 取出十二片细小铜片 运内力 在张无忌丹田下中级穴 井下天突穴 尖头尖井穴 等十二处穴道上插响 那中级穴是足三阴 任脉之会 天突穴是阴违任脉之会 奸井穴是手足少阳 足阳明 阳违之会 这十二条铜片一插响 它身上十二经长脉 和齐经八脉遍及隔断 人身心肺脾肝肾肾肾 是位五脏 再加心胞 此六者属阴 胃 大肠 小肠 胆 膀 膀胱 三胶 是为六腑 六者属阳 五脏六腑加心胞 是为十二经长脉 任 都 冲 代 阴为 阳为 阴巧 阳巧 这八脉不属正经阴阳 无表里配合 别道其行 是为齐经八脉 张无忌身上长脉和齐经隔绝之后 五脏六腑中所中的阴毒相互不能为用 胡青牛在以尘埃 九他肩头云门中府两学 跟着九他自手臂至大拇指的天府 霞白 齿泽 孔罪 猎缺 金渠 大渊 渔记 绍商各学 这十一处穴道属于守太阴 肺经 可稍减他肺中深藏的阴毒 这是以热攻寒 张无忌所受的苦楚 笔至阴毒发作时 又是另一番滋味 酒完守太阴肺经后 再酒足阳明味经 守绝阴心包经 胡青牛下手时 毫不理会张无忌是否疼痛 用尘埃将他周身烧酒的处处焦黑 而张无忌也不肯有丝毫示弱 你想要我胡同身影 我偏偏哼也不哼一手 如此这般想着 他竟谈笑自若 跟胡青牛讲论学道经脉的部位 他虽不明一理 但义父谢迅曾传过他典学 解学及转移学道之术 各处学位他倒支支甚降 和这位当事神医相较 张无忌对学道经脉的见识 自是肤浅之极 但所言既涉及一理 正投合胡青牛之所好 胡青牛一面久爱 为他拔出体内阴毒 一面滔滔不绝的讲论 张无忌听在心中 十之八九全部明白 但为了显得 我武当派这些也懂 常发些谬论 与他辩驳一阵 胡青牛详加阐述 极致明白这坏小子 其实一窍不通 乃是胡说八道 依然大费了一番唇舌 可是深山屁股之中 除了几名煮饭监要的童儿以外 胡青牛无人违半 今日这小孩到来 跟他东拉西扯的讲论学道 倒也颇畅所怀 带得十二经长脉 数百处学道九丸 天已全黑 童儿搬出饭菜 开在桌上 也另行端了一大盘米饭青菜 拿到门外草地上 给长玉春食用 当晚长玉春便睡在门外 张无忌也不出声 向胡青牛求肯 临睡时自去躺在长玉春身旁 和他同在草地上睡了一夜 已是有难同当 胡青牛只做视而不见 毫不理会 心中却暗暗称奇 这小子果然和寻常孩童 颇不相同 此日清晨 胡青牛又以半日功夫 为张无忌烧酒 奇经八脉的各处学道 十二经长脉 犹如江河 专流不息 奇经八脉有如湖海 蓄藏积注 因此要除去奇经八脉间的阴毒 却又为难得多 胡青牛前心拟了一张药方 确邪伏证 不须谢时 用的是以寒治寒的反制法 张无忌服了之后 剧烈寒战 大谢了一场 半日后精神竟健忘了许多 午后 胡青牛又为张无忌针灸 张无忌以言语相机 想破得他沉不住气 为长玉春失致 哪知胡青牛理也不理 只冷冷地开口 我胡青牛 那蝶骨一仙的外号 说来也有点名不副实 先知一字 何敢妄称啊 旁人叫我见死不救 那我才喜欢 他正在针刺张无忌腰腿之间的五书学 这一学乃足少阳和代脉之会 在同水稻旁一寸五分 张无忌见他动手 眼珠却是一转 人身上这个代脉 可算是最为古怪了 胡先生 你知不知道 有些人是没代脉的 瞎说 怎能没有代脉啊 胡青牛被他说得一正 手中也顿了一顿 张无忌原是信口胡说 见他上道 不由得得意起来 哎呀天下之大 无奇不有 何况这代脉 我看也没多大用处 这代脉比较奇妙 那是不错 但岂可说它无用啊 世上拥衣不明其中惊傲 真要往往勿用 我呢 诸有一本代脉论 你拿去一关便知 啊 他说着便走入内室 取了一本薄薄的黄纸手抄本出来 交给了无忌 无忌翻开第一页来 只见上面写着 十二斤及齐斤齐脉 皆上下周流 为代脉 其小腹之间 忌邪之下 还身一周 落腰而过 如树袋之状 冲刃都三脉 同起而异形 一元而三起 皆落代脉 跟着评述古来一书中的错误之处 十四经发辉一书中 说代脉只四学 真九大成一书中 说代脉凡六学 其实共有十学 其中两学忽隐忽险 若有若无 最为难辩 张无忌一路翻阅下来 虽不明其中傲义 却也知此书实践不凡 于是就他指摘前人错误之处 提出来请教 胡青牛甚是欢喜 一路用针 一路解释 带得为他代脉上的十个学道 都赐过了金针 这才让他休息了片刻 却又从室内取了一部厚达十二卷的手书衣经出来 我另有一部子武真九经 尤为我心血之所济啊 胡青牛明知这小孩不明依理 然而他常年荒谷隐居 终究寂寞 前来求医之人虽络绎不绝 但是人人只赞他医术如神 这些奉承话他于二十年前便早听的艳了 其实他毕生真正自负的大学问 还不在医术之经 而是与医学大有发明创建 道前贤之所未道 他自知这些成就非同小可 却只能孤方自赏 未免寂寥 此时见这少年乐于读他著作 隐隐有知己之感 便将自己的得意之作取出一试 张无忌翻江开来 见每一页上都密密麻麻的写满了 迎头小凯 学道部委药材分量 下针的石刻深浅 无不详细注明 我查了一下 且看有医治长大哥身上伤势的发门 他心念方动 便即当先翻到第九卷 武学篇中的掌伤制法 但见红砂掌 棉掌 毒砂掌 铁砂掌 开山掌 破碑掌 各种各样掌力伤人的争状 急救制法 无不备在 待看到一百八十余种掌力之后 赫然出现了结心掌 张无忌大喜 当下细细阅读 文中对结心掌的掌力论述甚强 但制法却说得极为简略 营须忠实动静 男女大小内外 诸般牵连 而定医疗之法 变化往往存乎一新 少有定规 因此良医和庸医 盼若云泥 其间奥妙 张无忌自然不懂 当下将制法看了几遍 牢牢记住 那掌伤制法的最后一项 乃是玄冥神掌 描述了伤者症状后 在制法二字之下 却注着一个字 五 张无忌将一经合上 恭恭敬敬放在桌上 胡先生 这部子五真九金 博大精深 晚辈十九不懂 还请指点 什么叫做 欲阴阳五行之变 这欲阴阳五行之变嘛 自是说 你个臭小子 你要问如何医治 长玉春是不是 别打 可说 这一节 不说 张无忌无可奈何 指得自行去医书中查考 胡青牛认他自看 也不加静止 张无忌日以继业 废寝忘食的钻研 不但将胡青牛的十余种著作 都翻阅一遍 其余 皇帝内经 华陀内兆图 王书和麦经 孙思淼千金方 千金义 王涛外台密钥等等 医学经典都一页页的翻阅 只要和医治结心掌有关的 便细读沉思 每日沉深两时 胡青牛则给他失真久爱 移除阴毒 如此过了数日 张无忌没头没脑的乱读一通 虽记了一肚皮一理药方 但医道何等惊傲 他年少学浅 岂能数天之内便即明白 屈指一算 到蝴蝶谷已经是第六日了 胡青牛曾说长玉春之伤 若在七天之内由他医治 可以痊愈 否则纵然治好 也必武功全尸 长玉春在门外草地上已躺了六天六晚 到了这日却又下起雨来 胡青牛眼见他处身泥潭积水之中仍毫不理会 张无忌心中不由得大怒 我所看的医书之中 除了你自己著作之外 每一部书中都到 医者须有济世惠民的人人之心 你空拒一身医书去见死不救 那又算的是什么良意 到得晚上雨下得更加大了 电光闪闪 一个霹雳跟着一个霹雳 张无忌急的在屋中来回踱步 暗暗咬牙 别是将长大哥抑坏了 那也无法可想 这般想着 他便从胡青牛的药柜中取了八根金针 走到长玉春审判 蹲下身来 长大哥 这几日中小弟竭尽心里 研读胡先生的医书 虽不能通晓 但时日紧迫不能再演 小弟是用冒险给长大哥下诊 曾二人同生共死 若不幸出了岔子 小弟也绝不渡货便是 小兄弟说哪里话 你快快给我下针十指 倘若天性得救 正好修我胡师伯一修 倘若两三针将我扎死了 也好过在这污泥坑中活受罪 张无忌双手颤抖 细细摸准长旅春的穴道 战战兢兢的将一枚金针 在他官员学刺了下去 他未练过针灸之术 诗针的手段极为拙劣 只不过照着胡青牛 每日给他诗针之法 一样画葫芦而已 胡青牛的金针乃软金所致 非有身战内力不能使用 张无忌用力稍大 那针灯石就弯了 再也刺不进去 指的拔出来又刺 自来针刺学道 绝无出血之理 但他这么毛手毛脚的一翻乱脚 长玉春官员学上灯石鲜血涌出 官员学未出小腹 连接人参的要害 这一出血不止 张无忌心下大吉 登使手足无措 这 胡亭的身后一阵哈哈大笑 张无忌回过头来 见胡青牛双手附在背后 悠闲自得 笑嘻嘻地瞧着他 弄得两手都染满了鲜血 张无忌见他如此幸灾乐祸 险些急出泪来 胡先生 长大哥官员学流险不止 该怎么办啊 我自然知道该怎么办 可是何必跟你说呢 现在咱们也一命换一命 请你快救长大哥 我立刻死在你面前便是 慢着 我说过不治那便是不治 胡青牛不过见死不救 又不是催命的无常 你死了与我有什么好处 便是死了十个张无忌 我也不会救一个长玉春 张无忌知道 再跟他多说突然白费时光 忙入内找了些蜜糖 涂在长玉春官员学上出血处 止住了血 他心想 许是金针太软 自己用不来 而这时候也没处去寻找别样金针 便是铜针铁针也寻不到一枚 略以沉吟去折了一根竹枝 用小刀削成几根光滑的竹签 在长玉春 子宫 中庭 官员 天池四处穴道中扎下 竹签 硬中带有韧力 刺入穴道后 居然并不流血 过了半晌 长玉春 呕出了几大口黑血 张无忌不知自己乱刺一疼之后 是令他伤上加伤 还是竹针见笑 逼出了他体内淤血 回头看胡青牛时 见他虽一脸激嘲之色 却也隐然带着几分赞许 张无忌知道 这几下竹针刺穴并没有全错 进屋去乱翻医书 穷思苦想 拟了一张药方 他虽从医书上得知某药 可知某病 但到底生地柴湖 是什么模样 牛吸熊胆是什么东西 却一见也不识的 硬着头皮 将药方交给监医药的童儿 请你招方 监医服药 那童儿将药方拿去 呈给胡青牛看 问他是否照监 胡青牛鼻中只是一哼 可笑 可笑啊 你照监便是 他服下倘若不死 世上便没死人了 张无忌听得他说 忙抢过药方 将几味药的分量都减少了一半 那童儿便一方煎药 煎成了浓浓的一碗 张无忌将药碗端到 常玉春的口边 眼中却忍不住寒泪 张大哥 这服药喝下去 师兄师姐 小队伟实不止 妙极 妙极 这就叫做 蒙医指下马 说吧 常玉春闭了眼睛 仰着脖子将那一大碗药喝得 涓滴 不存 第二集 话说这一晚 常玉春腹痛如刀割 不住的呕戏 张无忌在雷电交作的大雨中 服侍着他 直折腾了一夜 到的次日清晨 大雨止歇 常玉春 呕血渐少 血色也自黑变紫 自紫变红 他自觉痛楚渐轻 不由的一阵惊喜 小兄弟 你的药 居然吃不此人 我的伤 竟减轻了好多啊 小弟的药还使得吗 使得 使得 许是先父早料到有今日之事 因此给我取了个名字 叫做常玉春 就是说啊 常常会遇到 你这妙手回春的大国手啊 只是你用的药 似乎稍嫌霸道 磕在肚中 便如几十把小刀子 乱销恶弯一般 是 是 看了分量 确实烧重了些 其实 他下的药量 岂止烧重 竟是重了好几倍 又没有别样 中和调理之药为佐 一味的急冲猛攻 张无忌 虽从胡青牛的医书中 找到了对症的药物 但是用药的 君臣佐使之道 却全部通晓 若非常玉春体质强壮 雄剑过人 早已抵受不住 而一命呜呼了 此时 屋内的胡青牛 惯喜已毙 慢慢多将出来 见常玉春脸色红润 精神健忘 不禁心中暗惊 一个聪明大胆 一个体魄壮见 这结心长的掌声 都只给他治好了 张无忌一见 常玉春 伤势好转 于是又开了一张 调理补养的方子 什么人参 鹿蓉 手屋 茯林 猪般大补的药物 都开在上面 胡青牛家中 所藏药材 无一不是真品 药力特别红厚 如此 调补了十来日 常玉春 竟是神采奕奕 武功 尽负旧官 小兄弟 我身上的伤势已经好了 你每日陪我露宿 也不是道理 咱们便就此别过吧 这一个多月中 张无忌与他共当患难 相互舍命全交 已结成了生死好友 一旦分别 自是恋恋不舍 但向常玉春 终不能长此相伴 只得含泪答应 张大哥 多保重 小兄弟 你也不许难过 三个月后 我再来探望 其实 如你身上的寒毒 已然去尽 便送你去武当山 和你太师父相会 弟子上市痊愈 虽是张兄弟 动手医治 但全凭师伯 医书指引 又服侍了师伯 不少珍贵药物 多谢师伯 算不了什么 你伤势已欲 所见者 也不过是四十年的寿命而已 什么 依你的铁魄 本来至少可以活过八十岁 但那小子 用药有物 下针时手进不对 以后每逢阴雨雷电 你便会周身疼痛 大概在四十岁上 便要去见阎王咯 大丈夫既是报国 若能建立工业 三十岁就足够 何必四十 要是碌碌一生 总然年过百岁 也只是突然多好良事而已 胡青牛见他豁达如此 便点了点头 不再言语 二人君子不舍 张无忌直送到蝴蝶骨口 常玉春一再催他回去 这才挥泪而别 我忽略忽略地医错了常大哥 害得他要损四十年受损 他身子在我手中受损 难道日后 并不能在我手中受益 我总要设法 医得他和以前一般无异 常玉春走后 胡青牛每日为张无忌 诗珍用药 消散他体内寒毒 张无忌却孜孜不倦地 阅读医书记忆要点 欲有一难不明 便向胡青牛请教 这一招大头胡青牛之所好 便即详家指点 有时张无忌提些奇问怪想 也颇能处罚胡青牛 以前从未想到过的某些灵思 他初始打算将张无忌治愈之后 便即下手害死 但这时觉得这少年一死 古中便少了唯一可以谈得来的凉拌 倒不想他就此早遇早死了 如此过了数月 有一日 胡青牛忽然发掘 张无忌无名指外侧的观充穴 弯壁上二寸的清冷渊 梅后县中的丝竹空腾穴道 下征后竟半点消息也没有 这些穴道均属守绍阳三交经 三交分上交中交下交为五脏六腑的六腑之一 自来医书之中说的玄妙密钥难以捉摸 胡青牛潜心苦思使了许多巧妙方法 始终不能将张无忌体内散入三交的阴毒逼出 十多日中累得他头发也白了十余根 张无忌见他劳神交思十分苦恼 心下甚为感激又十分不安 胡先生 你以寄信竭力为我驱躲 世上人人都是要死的 我这散入三交的阴毒驱出不去 那也是命数十案 你不必太过费心 为了救我一命而有损身子 你瞧不起我们明教天鹰教 我几时要救你性命了 只是我治不好你 未免显得我跌骨一先无能 我要治好你之后再杀了你 这话听得张无忌忍不住打了个寒净 他说来轻描淡写 似乎浑不当一回事 但无忌却知道 他既说出了口便绝技不再变更 只得叹了口气 我看我身上的阴毒终是去除不掉 你不用下手 我自己也会死的 是人似乎都只盼别人都死光了 他才快活 大家学武练功 不都是为了打死别人吗 我少年之时 潜心学医 立志 济世救人 可是就到后来啊 却发现自己错了 我救活了的人 就反过来狠狠地害我 曾有一个少年 在贵州苗疆中的金蚕蛊毒 那是无比的剧毒 重者非死不可 而且临死之前 将身立天下猪般最难当的苦楚 我三日三晚不睡 浩尽心血救治了他 和他一节金蓝情同手足 又把我的亲妹子许配给他为妻 那至后来 他却害死了我亲妹子 小子 你倒此人是谁 他今日 正是名门正派中 鼎鼎大名的首脑人物啊 原来他生平经历过如此惨事 这才养成了见死不救的星子 这个汪恩负义 狼心狗飞的人是谁 他 他便是华山派的掌门 谢女通 你怎么不去找他算账 我前后找过他三次 都遭惨败 最后一次 还险些命丧他手 此人武功了得 更兼姬智绝伦 他的外号便叫做神姬子 我远不是他的对手 何况他身为华山派掌门 手下人多势众 而我明教这些年来四分五裂 教内高手自相残杀 人人自顾不暇 没人能够相助 再说 我也恥于求人 这场怨仇 只怕 难报了 我苦民的妹子 我赐有父母见辈 兄妹俩 相依为名 他其实 也并非冷酷无情之 张无忌见他眼中泪光盈燃 我有得心中凄凄 正要安慰几句 不想胡青牛神色 却突然一立 今日我说过的话 从此不得再跟我提起 如泄露给旁人知晓 我便指得你求生不得 求死不能 你请放心 我绝技不说便是 张无忌本想挺撞他几句 但呼得心软 觉得此人遭忌之惨 一不下语气 便吸了这心思 胡青牛摸了摸他头发 口中叹息 转身进了内堂 可怜啊 可怜 胡青牛自这日和张无忌 一场深谈之后 又察觉 他散入三郊的寒毒 终究难除 即使以精深医术 为他调理 亦不过多延数年之命 竟对他变了一番心情 虽自此再不向他吐露 自己的身世和心事 但是见他善解人意 山居寂寞 大势凉拌 便日日指点他 一礼中的阴阳五行之变 方脉真酒之术 张无忌潜心钻研 学得甚为用心 胡青牛见他悟心甚高 对皇帝哈玛经 西方紫明堂酒经 太平盛会方 真酒甲乙经 孙思淼千金方等医书 有有心得 不禁大为感叹 以你的聪明才智 又得益我这个百事难遇的名师 不到二十岁便该能与话脱贬阙比见 只是啊 可惜了 他言下之意 自是说等你医术学好 寿命也终了 这般苦学又有何用 张无忌心中却另有一番主意 他决意要学成高明医术 待见到长玉春时 将他大受亏损的身子 置得一如原状 又盼能令余代言 不必靠人扶持 自己行走 这是他的两大心愿 若能如愿以偿 此后自己寿原在尽 也无所憾了 古中安静无事 岁月一世 如此过了两年有余 张无忌已经是一十四岁 这两年中 长玉春曾来看过他几次 说张三丰 知他病况颇有起色 甚为欣喜 命他便在蝴蝶谷多住些日子 以求痊愈 张三丰和六名弟子 各有衣物用品相赠 都说对他甚是想念记挂 只是由于门派有别 不便前来探视 其人并有礼物送给胡青牛 感谢他一致无忌 张无忌对太师傅 和六位师伯叔也思念书身 恨不得历时便回武当山去相见 长玉春又说起古外消息 近年来蒙古人对汉人欺压日甚 众百姓衣食不周 群道并起 眼见天下将有大乱 同时江湖上自居名门正派者 和其所谓魔教邪派之间的争斗 也欲趋激烈 双方死伤军众 怨仇也越结越深 长玉春每次来到蝴蝶谷 均烧住数日便即离去 似乎教中事务颇为忙碌 一日晚间 张无忌读了一会儿王浩谷所著的医书 此事难知 觉得昏昏沉沉的甚是困倦 当即上床安睡 此日起身更觉头痛的厉害 想去找些发散风寒的药物来服食 等走到厅上 见日饮西邪原来已是午后 不由的吃了一惊 这一觉睡得好长 看来是生了病了 莫非我阴读发作 阳寿已尽 他伸手一搭自己脉搏 却无异状 更是吃惊 忙走到胡青牛房外 只见房门紧闭 内里悄无声息 他轻轻咳嗽了一声 屋内方才传来胡青牛的话声 无忌 今日我身子有些不适 咽喉疼痛 你自个儿读书吧 是 自来传有医者不自医的古话 张无忌关心胡青牛病事 虽听得他说话 却仍不放心 先生 让我瞧瞧你后头好不好 不用了 我已对境照过 并无大碍 已服了牛黄西脚伞 那先生 好声歇歇 当天晚上 童儿送饭进房 张无忌跟着进去 见胡青牛脸色憔悴 躺在床上 而他见无忌进门 忙连连挥手 快出去了 快 你知我生的是什么病 那是天花 出去 张无忌看他脸上手上 裹有点点红斑 心想 天花之急发作是极为厉害 条理不善 重则致命 轻则满脸麻痹 他一道精湛 虽然恶极自无后患 但张无忌终是担心 然而胡青牛却是不知他这些心思 你不可再进我房 我用过的碗筷碑碟 均需用废水煮过 你和童儿不可混用 罢了 无忌 你还是出谷去 到外面借宿半月 免得我将天花传给了你 不必 先生有病 我若避开 谁来服侍您 我好歹 比这两个童儿多懂些衣礼 不 你还是避开的好 他说了良久 张无忌总是不肯 这几年来 两人朝夕与共 胡青牛虽性子怪癖 师生间自然而然 已颇有情义 何况临难驱臂 实是大为无忌本性 胡青牛拗他不过 也只得作罢 也罢 那你绝不能进我房来 如此过了三日 张无忌沉悉在房外问安 听胡青牛虽话声嘶哑 精神倒还健忘 饭量反教平时为多 料想定是无碍 胡青牛每日爆出药名分量 那童儿便煎了药 给他递进去 到第四日下午 张无忌坐在草堂之中 诵读皇帝内经中一篇 四气调神大论 读道 事故圣人不治已病 治未病 不治已乱 治未乱 此治未也 大病已成 而后要之 乱已成 而后制止 辟有 渴而穿井 道而助追 不亦反乎 不禁 暗暗点头 这几句话说得真不错 口渴实在去绝境 要跟人动手 实在去打造冰刃 确实来不及了 国家扰乱后 再去平变 虽富归安定 也以元气大伤 治病 也当在疾病 尚未发作之时着手 但胡先生的天花 是外感 却不能为病先知 他忽悠想到 内经阴阳印象大论中 那几句话 善智者致皮毛 其次致肌肤 其次致经脉 其次致六腑 其次致五脏 致五脏者半死半生也 亦是心有感慨 梁医见人疾病出盟 疾当治理 病入五脏后再加医职 医职一半把握了 似我这般阴毒散入五脏六腑 何止半生半死 简直便是九死一生了 张无忌正赞叹 潜贤着实 行负自伤之计 呼听的隐隐提升 自谷外直响进来 不多时已到了茅舍之外 随即便是一人 朗朗高声传进门来 武林同道 求见一线胡先生 求他老人家治病 张无忌走到门口 进门外 站着一名面目有黑的汉子 手中牵着三匹马 两匹马上各扶着一人 衣上血迹模糊 闲剑身受重伤 那汉子头上绑着一块白布 布上也染满鲜血 一只右手用绷带掉在脖子上 看来受伤也数不清 各位来得不巧 胡先生自己有病 卧床不起 没法为各位效劳 还是另请高明吧 我们奔驰数百里 命在旦夕 全帐一心救命啊 胡先生身染天花 病逝甚恶 此事实情 绝不敢相亲 我三人此番身受重伤 若不得蝶骨一仙施旧 必死无疑 相反小兄弟 禀报一声 且听胡先生如何吩咐 即使如此 请问尊姓大名 我三人见名不足道 便请说是华山派 先于掌门的弟子 那人说的这里 身子摇摇欲坠 已然支持不住 突然间嘴一张 喷出一大口鲜血 张无忌心中一领 那华山派先于通 是胡先生的大仇人 也不知他对此如何处置 忙走的胡青牛房外禀告 先生 门外有三人身受重伤 前来求医 说是华山派先于掌门的弟子 不吃不吃 快赶出门去 是 张无忌心下明白 转回草堂 便向那汉子蜿蜒推辞 胡先生病体沉重 难以见客 还请原谅 那汉子皱起眉头 正待继续求恳 扶在马背上的一个瘦小汉子 呼地抬起头来 伸手弹出 只见金光闪动 啪的一响 一件小小暗器 寄在草堂正中的桌上 那瘦小汉子眼神窘窘 望着张无忌 你拿这朵金花 去给见死不救 说我三人 都是给这金花的主人打伤的 那人眼下 便来寻他晦气 见死不救 倘若治好了我们的伤 我们三人便留在这里 助他遇敌 我三人 武功便算不济 也总算是多了三个帮手 张无忌听他说话大辣辣的 远不及第一个汉子有理 走进桌边 见那暗器是一朵黄金筑成的梅花 和真梅花一般大小 白金丝做的花蕊 打造的十分精巧 他伸手去拿 不料那瘦子 这一坛手劲甚强 金花嵌入桌面 竟是半分 取不出来 第三集 上回说到蝴蝶谷中 突来一众不速之客 那瘦小汉子 更是言语不逊 将一朵金花 定于桌上 以做警示 那金花嵌入甚深 张无忌取将不出 只得拿过一把药镍 挑了几下 方才起初 心中不由的暗子思量 这瘦子的武功不弱 但在这金花的主人手下 却伤得这般厉害 他说那人要来寻仇 倒需跟先生说之 张无忌手托金花 走到胡青牛房外 转述了那瘦小汉子的话 屋中静了一瞬 方才听到胡青牛的话 拿进来我瞧瞧 是 张无忌轻轻推开房门 揭开门帘 见房内黑沉沉的晚似夜晚 他知天花病人 怕风未光 连窗户都用毡子遮住 胡青牛脸上蒙着一块青布 只露出一对眼睛 张无忌暗自心惊 不知轻步之下 他脸上的痘疮生得如何 病好之后 会不会成为马匹 想清花放在桌上 快快退出房去 张无忌依言放下金花 揭开门帘走出 还没眼上房门 便听胡青牛的怒骂出声 他三人的死活 跟我姓胡的绝不相干 胡青牛是死是活 也不劳他们三个操心 话音未落 拨的一声 那朵金花穿破门帘 飞制出来 当的一响掉在地下 张无忌和他相处两年有余 从未见他练过武功 原来这位文质彬彬的神医 竟也是位武学好手 虽在病中 武功却未失 张无忌拾起金花 走出去还给了那兽汉 摇了摇头 对不住 胡先生实施病重 话才说了一半 猛听的啼声哒哒 车声淋淋 有一辆马车向鼓中驰来 张无忌走到门外 见马车驰得甚快 转眼间便驶到了近前 疏然而止 随后车座上走下一个淡黄面皮的青年汉子 从车中爆出一个秃头老车 跌骨一线 胡先生在家吗 孔童门下圣手 截篮剪接 圆刀秋衣 那汉子第三句话没出口 身子晃了几下 连着手中的秃头老者一起摔倒 说也凑巧 拉车的两匹剑马 此时也罚得拖了力 口吐白沫同时跪倒 乔二人这般神情 不问可知是远到急迟而来 途中丝毫未曾休息 以至累得如此狼狈 张无忌听到空同门下四字 心想在武当山上逼死父母的诸人之中 便有空同派的长老在内 这秃头老者 当日虽没来的武当 但料想也非好人 正想回绝 忽见山道上 隐隐绰绰又有四五人走来 有的一拨一拐 有的互相挟伏 身上都有伤 张无忌皱起眉头 不等这杆人走近 便朗声拒绝 胡先生染上了天花 自身难保 不能为各位治伤 请大家及早另寻名医 以免耽误了伤势 待那杆人等走近 无忌方看清楚 共有五人 个个脸如白纸 竟无半点血色 身上却没有伤痕血迹 看来都是受了内伤 为首一个人又高又胖 像秃头老者简洁 和投掷金花的瘦小汉子 点了点头 三个人相对苦笑 原来三批人互相认识 张无忌不禁好奇兴起 你们都是给那金花的主人所伤吗 不错 说话的胖子不知张无忌来历 但那最先到达 口喷鲜血的华山派弟子 却是明明白白 见他方才从胡青牛的屋中出来 心中不免疑惑 小兄弟贵姓 跟胡先生怎生称火 我是来求胡先生治病的 但他并不肯治 我知胡先生说过不治 便绝技不治 你们赖在这里也没用 说话之间 又有四个人先后到来 有的乘车 有的骑马 一起求肯要见胡青牛 张无忌不由得大感奇怪 蝴蝶谷地处偏僻 除了魔教中人 江湖上支者甚少 这些人或属空童 获利华山 君非魔教 怎得不约儿童受伤 又不约儿童地赶来求医 那金花的主人既如此了得 要娶这些人的性命 也非难事 何以只将个人打得重伤 张无忌百思不得其解 那先后到来的十四个人 有的善言求肯 有的一声不响 但都磨着不走 眼见天色将晚 十四个人挤满了一间草堂 主饭的童儿将张无忌所吃的饭菜端了出来 张无忌也不跟他们客气 自顾自地吃了 翻开一书 点了油灯阅读 对这十四人竟是视而不见 我既学了胡先生的一人之术 也得学一学他的不一人之术 夜兰人静 毛舍中除了张无忌翻读书本 伤者粗重喘气之外 再无别的声息 突然之间 屋外山路上 传来了两个人轻轻的脚步声 足不缓慢走向毛舍 过了片刻 一个清脆的女孩声音传来 妈 屋子里有灯火 这就到了 孩子 你累不累 我不累 妈 待大夫给你治了病 你就不痛了 就不治 大夫肯不肯给我治 从声音听来 女孩年纪甚幼 那女子的声音 却听得张无忌心中一震 这女子的声音好说 似乎是杰晓福姑姑 大夫定会给你治的 妈 你别怕 你痛得好些了吗 好些了 苦命的孩子 张无忌听到这里 再无怀疑 纵身抢到门口 杰晓福姑 是你吗 你也受了伤 月光之下 只见一个青山女子 斜着一个十岁左右的小女孩 正是峨眉女侠 吉晓福 吉晓福在武当山上 见到张无忌时 他未满十岁 这时相隔将近五年 张无忌以自孩童 长为少年 黑夜中突然相逢 他却哪里认得出来 你 你 吉姑姑 你不认得我了 我是张无忌 在武当山上 我爹爹妈妈去世那天 曾见过你一面 你是无忌 吉晓福万料不到 竟会在此处见到他 想起自己 以未嫁之身 却携了一个女儿 张无忌是自己未婚夫 阴离亭的失职 虽然年少 终究难以交代 我由得又羞又窘 满脸仗得通红 他受伤本事不轻 一惊之下 身子摇晃 便要摔倒 妈 他小女儿 见母亲要倒 忙双手拉着他手臂 可是人小立威 又有何计 眼见两个人都要摔跌 张无忌忙抢上前 扶住吉晓福肩头 吉姑姑 请几句休息一会儿吧 无忌扶着吉晓福走进草堂 灯光下 只见他左肩和左臂 都受了极厉害的刀剑之伤 包扎的布片上 还在不断渗出鲜血 又听他轻声咳嗽不停 无法自止 张无忌此时的医术 早已胜过寻常的所谓名医 听得他咳声有意 心知是肺液受到了重大震荡 吉姑姑 你右手和人队长 伤了太阴肺脉 说着他取出七枚金针 隔着衣服便在他肩头云门 胸口滑盖 肘中齿泽等七处穴道上赐下去 这时他的针灸之术 与当年医治长玉春时 亦有天壤之别 这两年多来 他跟着胡青牛潜心苦学 与诊断病情 用药变化诸道 陷于见闻阅历 和胡青牛自是相去上远 但是针灸一门 却已学到了这位一仙的七八成本领 吉小福初时见他取出金针 还不知他用意 哪知他手法极快 一转眼间七枚金针 便分别刺入了自己的穴道 他这七处要学 全属守太阴费精 金针一到 胸口闭塞之苦 历时大减 他不由又惊又喜 好孩子 想不到你在这里 又学会了这样好的本领 那日在武当山上 吉小福见张翠山 殷素素自杀身亡 怜悯无忌孤苦 曾柔声安慰 又除下自己锦中的黄金项圈 想要给他 但是张无忌当时心中奋疾悲痛 将所有上山来的人啊 都当作是逼死他父母的仇人 因此对吉小福出言顶撞 令他难以下台 后来张无忌年纪见长 得知当日父亲和诸师博书 曾拟和峨眉诸侠联手 共抗强敌 才知道峨眉派其实是有非敌 两年之前 他和长玉春深夜在树林中 见到吉小福历旧朋和尚 更觉这位己姑姑为人极好 至于他何以未嫁生子 是否对不起殷六叔等情犹 他年纪尚小 与这些男女之情全不了然 听过之后便如春风过耳 绝不迎怀 吉小福自己心虚 陡然间遇到和因离婷相识之人时 便窘迫异常 深感无地自容 其实这件事张无忌在两年前 便已从丁敏君口中听到 他认定丁敏君是个坏女人 那么他口中所说的坏事也就未必是坏 他这时见吉小福的女儿站在母亲身旁 眉目如画 黑漆般的大眼珠咕噜噜地转动 一边好奇地望着自己 一边将口附在母亲的耳边 妈 这个小孩便是大夫吗 你痛得好些了吗 吉小福听他叫自己为妈 又是脸上一红 但事已至此 自也无法隐瞒 脸上神色甚是尴尬 不 这位 是张家哥哥 他爹爹是妈的朋友 说必这句 他又转向张无忌 脸上表情四修四溃 他 他叫不悔 姓杨 叫杨不悔 你好啊 小妹妹 你的名字 倒跟我有些相像 我叫张无忌 你叫杨不悔 武忌哥哥的本领很好 妈已经不大痛了 吉小福见张无忌神色如常 并无责难之意 心下稍宽 杨不悔灵活的大眼睛 转了几转 突然走向前去抱住张无忌 在他脸颊上吻了一下 他除了母亲之外 从来不见外人 这次母亲身受重伤 急难之中竟蒙张无忌 为他减轻痛苦 心中大为感激 他对母亲表示欢喜和感谢 向来是扑在怀里 在母亲的脸上亲吻 这时对张无忌 这时对张无忌便也如此 吉小福一见不由 含笑轻斥 布尔 别这样 无忌哥哥不喜欢的 杨不悔睁着大大的眼睛 不明其理 看向张无忌 你不喜欢吗 为什么不要我对你好 我喜欢的 我也对你好 说着张无忌俯身 在他柔嫩的面颊上 也轻轻吻了一下 杨不悔高兴的直拍手 小大夫 你快给妈妈的伤 全都治好了 我就再亲你一下 张无忌见这个小妹妹 天真活泼 甚是可爱 她十多年来 相识的都是年纪 大过她很多的伯伯叔叔 常玉春 虽和她兄弟相称 也大了她八岁 那日周中和周芷若 匆匆一面 相聚不到一天 便即分手 此外 从未交过一个小朋友 这时 心中不禁感慨万千 要是我真有这样一个 有趣的亲妹子 便可常常带着她玩耍了 她还只十四岁 童心仍胜 只因幼丽坎坷 时无多少玩耍兮兮的机会 吉小福见圣守 捷篮 简洁等一干人 伤势狼藉 显然未经医治 他不愿占这个便宜 便即向无忌提议 这几位比我先来 你先瞧瞧他们吧 这会儿 我已经好得多了 他们是来向胡先生求医的 胡先生自己身染重病 不能医人 这几位却不肯走 吉姑姑 你并非向胡先生求医 小植在这待得久了 略通一些粗浅医道 你若信得过 小植便瞧瞧你的伤势 吉小福受伤后得人指点 来到蝴蝶谷 圆和简洁等人一般 也是要向胡青牛求医 这时听了张无忌这几句话 又见到简洁等一干人的情状 显示那见死不救 胡青牛不肯失智 是才张无忌替他真挚要学 历时见效 看来他年纪虽小 医道却着实高明 这可多谢你了 大国手不肯治 请小国手治疗 也是一样 吉姑姑 请入内室吧 张无忌请他进入厢房 剪破他窗口的衣服 见他肩壁上 共受了三处刀伤 壁骨一意折断 上壁骨有一处 竟裂成碎片 这等骨碎在外科中本来极难揭许 但是在蝶骨一仙的弟子看来 却也寻常 于是为他接骨疗伤 敷上了生机活血的药物 再开了一张药方 命童儿暗方监药 他初次为人接骨 手法未免不够敏捷 忙了个把时辰 这才终于包扎妥善 吉姑姑 请你安睡一会儿 待会麻药药性退了 伤口会痛得很厉害 多谢你了 张无忌到处药室中 找了些枣子幸福 拿去给杨伯回吃 哪知他昨晚一夜未睡 这时已危宜在母亲怀中 沉沉熟睡 张无忌将枣杏放入他衣带 转身回到草堂 华山派那口吐鲜血的弟子 此时站起身来 向张无忌深深一医 小先生 吴先生既然染病 只好烦恼小先生 给我们治医治 大伙儿竟敢大得呀 张无忌学会医术之后 除了为长玉春 吉小福治疗之外 从未用过 见着十四人或内脏震伤 或四肢断折 伤处各个不同 常言到学以致用 他却有跃跃欲试之意 但想起胡青牛的言语 终是有些迟疑 此处是胡先生家中 小可也是他的病人 如何敢擅自做主啊 那汉子见帽变色 见他推辞的并不决绝 便于再捧他一捧 奉上一顶高帽 自来明医 都是五六十岁的老先生 那只小明医 年纪轻轻 竟有这般高明本领 真乃世上少见 还盼在显一显身手啊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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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十四人 在江湖上都小有名头 得蒙小先生救治 大家出去一宣扬 江湖上都知小先生 一道如神 但夕之间 小先生便名闻天下了 是啊 小先生 那富商模样的良性胖子 亦在一旁插颜帮腔 张无忌毕竟年纪尚幼 不明事情 给他两人这么一吹一捧 不免有些欢喜 明闻天下有什么好 胡先生既不肯动手 我也没法 但你们受伤都不轻 这样吧 我给你们烧减痛处便是了 说吧 他便取出金疮药来 要为个人直血减痛 带得详查美人伤势 不由得越看越惊奇 原来每个人的伤处 不仅各个不同 而且伤法奇特 都是胡青牛所受伤科症状中 从未提到过的 有一个人被逼吞服了数十枚钢针 针上未毒 有人肝脏为内力震伤 但医治肝伤的行肩 中风 阴包 五里猪药学 却都给人用尖刀戳烂 显然下手之人也精通一理 要令人无从着手医治 有一个人两块肺叶上 给钉上了两枚长长的铁钉 不断咳嗽卡血 有一个人左右两排肋骨全断 可又没伤到心肺 有一个人双手被割去 却将左手接在右臂上 右手接在左臂上 血肉相连 不伦不类 更有一人全身轻肿 说是给蜈蝎子黄蜂 等二十余种毒虫 同时试伤 张无忌只看了六七个人 已是眉头大皱 这些人的伤势如此古怪 我是一样都治不来的 这下手之人 为何挖空心思 这般折磨人家 鸡姑姑的肩伤和臂伤 却都平常 莫非她另受奇特内伤 否则何以她一人例外 她既想到此 忙走进厢房 一搭几小福的脉搏 灯食吃了一惊 但觉她脉搏跳动忽强忽弱 时色时滑 显示内脏受损 至于为何会变得如此 却尾实 难名其理 第四集 上回说的张无忌猜测 吉小福另有奇特内伤 忙走进厢房 为其查看 那十四人伤势甚奇 她也不放在心上 暗想其中空同派那些人 还和逼死她父母有关 此时受这些怪罪也算活该 可是吉小福的伤 却非就不可 于是走到了胡青牛的房外 先生 你睡着了吗 什么事 不管他是谁 我都不知 是 不过这些人所受之伤 当真奇怪的紧 他将个人的怪伤 一一说了 胡青牛隔着不连 听得甚是仔细 有不明白之处 叫张无忌出去看过 回来再说 张无忌花了大半个时辰 才将十五个人的伤势 细细说完 胡青牛口中不断答应着 显示在用心思索 这些怪伤 却也难我不到 胡先生 那金花的主人叫我跟你说 你枉称医仙 可是这一十五种奇伤怪毒 料你一种也医不了 果然你只有躲起来 假装生病啊 张无忌回过头来 见说话之人 是空同派的秃头老者 胜手前篮简洁 他头上一根毛发也没有 张无忌初始 还到他是天生的光头 后来才知 是给人涂了烈性毒药 头发齐根烂掉 且毒药还在向内侵蚀 只怕数日之内毒性入脑 非大发癫狂不可 这时他双手给同伴用铁链付住 才不能伸手去抓头皮 否则如此奇痒难当 早已自己抓得露出头骨了 张无忌未及开口 胡青牛淡淡的声音已然传来 我治得了也罢 治不了也罢 总之我不会给你治 你尚有七八日之命 赶快回家 还可和家人儿女见上一面 在这里啰里啰嗦又有何意啊 简洁头上痒得尾石难受 熬不住将脑袋在墙上乱擦乱撞 手上的铁链叮当吉祥 胡先生 那金花的主人早晚便来找你 你也难以活命啊 大家联手 共抗强敌 不是剩下的铁链 贼大夫大官一起寿命啊 简洁见胡青牛丝毫未有动容 顿时气的暴跳如雷 这时外边又走进一个人 正是先前呕血的那人 他伸手入怀 掏出了一柄鹅眉钢刺 点在了简洁胸口 你得罪胡前辈 我姓靴的先给你裹不去 你要白刀子进红刀子出 好啊 我就先给你这么一下 那简洁的武功 本在这姓靴的之上 但是他双手为铁链捧住 没法招架 只有瞪着圆鼓鼓的一双大眼 不住的喘气 胡前辈 晚辈薛公远 是华山鲜鱼先生门下弟子 这里给你老人家磕头了 他说着跪了下去 磕了几个响头 简洁心中 灯石生出了一丝纸帽 那胡青牛硬的不吃 这小子磕头软球 祸着能成 薛公远行过大礼 这才直起身来 胡前辈身有贵样 那是我们没服 这里有一位小兄弟 一道高明 还请胡前辈云可 让他给我们治一治 我们身上 我们身上所带的歹毒怪伤 除了跌骨一线的弟子 铺天之下也没有旁人指的好了 这孩子名叫张无忌 他是武当派弟子 乃银沟铁化张翠山张武侠的儿子 张三丰的再传弟子 我胡青牛 是名叫中人 是你们名门正派 所不齿的败类 跟他这种高人子弟 有什么干系 他身中阴毒求我医治 可是我历过重师 除非是名叫中人 绝不为人治伤疗毒 这姓张的小子 不肯入我名叫 我怎能救他性命 你们呢 赖在我家里不走 就以为我便肯发善心吗 你们问问这小孩 他赖在我家里多久了 话说至此 薛公远心中凉了半截 先前曾听张无忌自称 也是个求医被拒的病人 还不慎心 这时听胡青牛也这么说 便知果然不假 那薛公远和简洁 一起望着张无忌 只见他伸出两根手指 比了一比 又比了一比 二十天 整整两年零两个月 他便是再来十年 我也不会救他性命 一年之内 缠结在他五脏六腑中的阴毒 定要大举发纵 无论如何 活不过明年此日 我胡青牛当年曾对明尊立下重视 便是生我的父母 我自己的亲生儿女 只要他不是明教弟子 我便不能用医道 我便不能用医道救他性命 听得此言 简洁和薛公远垂头丧气 正要走出 却又听见胡青牛开口 这武当派的少年也懂一点医理 他武当派的医理 虽远远不及我明教 他还不至于整死人 他武当派肯救也好 见死不救也好 跟明教和我胡青牛可没牵连 胡前辈 这位张小侠若肯出手相救 我们便有活命之希望了 他救于不救关我屁事 吴姬 你听着 在我胡青牛屋中 你不可忘事一数 除非出我家门 我才管不着 薛公远和简洁本觉有望 一听此言又是呆了 不明他到底是何用意 张无忌却当即明白 胡先生有病在身 你们不可多打扰先生 请跟我出来 各位 小可年又实际 各位的伤势又十分怪异 是否医治得好 恕无把握 各位倘若信得过 便容小可经历一事 生死 各凭天命 这当众人身上的伤处 或痒或痛 或酸或麻 无不难过地死去活来 便是有披霜毒药 要他们喝下去 只要解得一时之苦 那也甘之如疑 听了张无忌的话 人人大喜应怒 胡先生不许小可在他家里动手 以免致死了人 累积一仙的另誉 请大家到门外吧 听得张无忌此言 众人又愁愁起来 眼见他不过十四五岁 本领终究有限 在一仙家中 多少有些仪仗 这出门去治 别给他乱搅一阵 伤上加伤 多受无畏的痛苦 那简洁 却已是再也忍不得 我头皮痒死了 小兄弟 小兄弟 请你先替我指指 说吧 他便叮叮当当地 拖着铁链走出门去 张无忌沉吟伴赏 到处药室中 捡了南星 房峰 白纸 天麻 枪火 白富子 花蕊石 等十余味药物 命童儿 在药灸中捣乱 获一热酒 调成药膏 拿出去 敷在简洁的光头之上 药膏灼头 那简洁痛得惨叫一声 跳了起来 跟着不住口的大叫 好痛啊 痛的命也没了 还是痛好 比那妈呀可舒服多了 痛得好 他妈的 这小子真有点本事 不 张小霞 我请减他 得多谢你才是 他牙齿咬得咯咯之响 在草地上来回狂奔 众人见简洁投仰 立石建功 纷纷向张无忌求之 这时 有一个人抱着肚子 在地下不住打滚 大声呼号 原来 他是受逼吞服了三十余条活水质 那水质入味不死 负在卫壁和长壁之上吸血 张无忌想起医书上载道 水质玉蜜 化而为水 蝴蝶谷中有的是花蜜 命童儿 取过一大碗蜜来 命那个人扶了下去 如此一直忙到天明 吉小福和女儿杨不悔醒了出房 见张无忌忙得满头大汗 正为个人智商 吉小福便帮着包扎伤口 传递药物 只有杨不悔无忧无虑 口中吃着幸福蜜枣 追扑蝴蝶为戏 直忙到午后 张无忌才将个人的外伤初步整治完毕 出血者止血 疼痛者止痛 但是每个人的伤势均十分古怪复杂 单理外伤仅为治标 张无忌回房睡了几个时辰 睡梦中听到门外身影之声大作 他跳起身来 见有几个人固然略见全壳 但是大半却反见恶化 他束手无策 只得去说给胡青牛婷 这些人又不是我名教中人 死也好活也好 我才不管呢 张无忌听得他如此说 忽然灵机一动 假如有一位名教弟子 体外无伤 但腹内淤血丈拥 脸色红肿 昏闷欲死 先生便如何制法 若是名教弟子 我便用山甲 龟尾 红花 生地 灵仙 血结 桃仙 大黄 乳香 墨药 以水酒煎好 再加铜便 活后便泄出淤血 假如又有一名教弟子 给人左耳灌入千水 右耳灌入水银 眼中涂了生漆 疼痛难当 不能失误 那便如何 谁敢如此加害 我名教弟子 那人果是歹毒 但我想 总要先治好 那名名教弟子的 耳目之伤 再慢慢问他 仇人的姓名踪迹 倘若那人 是名教弟子 我便用水银 灌入他左耳 千块 融入水银 便随之流出 再以金针 深入诱饵 水银可负于金针之上 慢慢取出 至于生漆入眼 是以螃蟹 导致腐之 或能化解 如此这般 张无忌将一件件 疑难一案 都假托为名教弟子受伤 向胡青牛请教 胡青牛自然明白他用意 却也交以制法 但是那些人的伤势 实在太过古怪 张无忌 依法施违之后 有些法子 不能见效 胡青牛便潜心思考 令你别法 如此过了五六日 个人的伤势 均日渐痊愈 吉小福所受的内伤 原来乃是中毒 张无忌诊断明白后 以生龙骨 苏木 土狗 武林枝 千金子 阁坟等药 给他服下 解毒化欲 再搭他脉搏 便觉 脉戏而缓 伤势渐轻 这时众人 已在茅舍外 搭了一个凉棚 地下 扑了稻草 席地而卧 吉小福 在相隔数帐外 另有一个小小茅舍 和女儿共住 那是张无忌 请个人合力所见 那十四个人 本是纵横湖海的豪客 这时 命悬张无忌之首 对这少年的吩咐 谁都不敢稍有为傲 张无忌这般忙碌 虽然辛苦 但是从胡青牛处 学到了不少奇妙的药方和手法 同时明白了 奇病 需以奇法医治的道理 不能拘泥惩罚 也可说大有所获 这天早晨起来 张无忌查看吉小福的脸色 见他眉心间隐隐有层黑气 似乎伤势又有反复 消解了的毒气再发作出来 忙搭他脉搏 叫他吐些口弦 挑在百合伞中一看 果实体内毒性转胜 张无忌苦思不解 走进那堂 去向胡青牛请教 胡青牛叹了口气 说了智法 张无忌依法施为 果有灵效 可是简洁的光头 却又溃烂起来 浮臭难当 数日之间十五人的伤势 都变幻多端 明明已痊愈了八九成 但是一晚之间忽悠转恶 张无忌不明其理 忙去问胡青牛 这些人所受之伤大非寻常 倘若一致便愈 又何必到蝴蝶谷 来苦苦求我 这天晚上 张无忌睡在床上 潜心思索着这件事 直到三更过后 仍是无法入睡 伤势反复 虽是尝试 但不至于十五个人 个个如此 又何况一变再变 当真奇怪的紧 这时 呼听的窗外 传来脚踏树叶的细碎之声 显示有人放轻了脚步走过 张无忌好奇兴起 伸蛇视破窗指 向外张望 只见一个人的背影一闪 隐没在槐树之后 瞧这人的衣着 婉然便是胡青牛 张无忌心下大吉 胡先生起来作神 他的天花好了吗 他见胡青牛这般行走 显示不愿为人瞧见 过了一会儿 见他向几小福母女 所住的茅舍走去 张无忌心中 砰砰乱跳 暗自惊疑 他是去七无几姑姑吗 我虽非他的敌手 这件事可不能不管 说着 他纵身从窗中跳出 孽族跟随在胡青牛后面 见他悄悄进了茅舍 那茅舍与仓促之间 胡乱达成 无墙无门 只求撩壁风雨而已 旁人自是尽出自如 张无忌大急 快步走到茅舍背后 府地向内张望 见几小福母女 飞翼着 在稻草殿上睡得正沉 胡青牛从怀中 取出一枚药丸 投入到了几小福的药碗 当即转身出外 张无忌一瞥之下 见他脸上仍蒙了青布 不知天花是否已遇 一刹那间 恍然大悟 背上历时出了一阵冷汗 原来胡先生半夜里偷偷前来下毒 是以这些人的伤病始终不遇 他见胡青牛 又走入了简洁 薛公园等人所住的茅棚 显然也是去偷偷毒药 等了好一会儿 不见出来 想是对那十四个人 所下毒物各不相同 不免多费时光 张无忌轻步走进几小福的茅舍 拿起药碗来一闻 那碗中本来盛的是一剂八仙汤 要他清晨醒后立即服食 这时却多了一股刺鼻的气味 便在此时又听到外面极轻的脚步声掠过 指使胡青牛回入卧室 张无忌放下药碗 轻声开口 吉姑姑 吉姑姑 吉小福武功不弱 本来耳目慎灵 虽在沉睡之中 只要稍有响动便及惊觉 但是张无忌叫了数声 他终是不醒 张无忌只得伸手轻摇他肩头 摇了七八下 吉小福这才行转 是谁 吉姑姑 是我 无忌 你那碗药给人下了毒 不能再喝 你拿去倒入锡中 要全然不动声色 明日再跟你相谈 好 吉小福点了点头 张无忌生怕给胡青牛发举 便回到自己卧室外 仍从窗中爬击 次日个人用过早餐 张无忌和杨不回 追逐谷中蝴蝶 越追越远 吉小福知他用意 随后跟来 这几天来 张无忌带着杨不回玩耍 别人见他三人走远 谁也没有在意 走出离许 到了一处山坡 张无忌便在草地上坐下 吉小福 温言支开女儿 布尔 别追蝴蝶了 你去找些野花 来编三个花冠 咱们每人带一个 杨不回很高兴 自去采花摘草 张无忌见他走远 方才开口 吉姑姑 那胡青牛 跟你有何仇怨 为什么要下毒害你啊 我和胡先生素不相识 直到今日 也没见过他一面 哪里谈得上仇怨二字 爹爹和师父 说起胡先生时 只称他医术如神 乃当时一道第一高手 只可惜身在鸣教 走了邪路 我爹爹和师父 跟他也不相识 他 他为什么要下毒害我 昨晚 我闻到你那碗八仙汤中 有铁线草 和透骨菌的刺鼻气味 这两味药 本来也有治伤之效 但毒性甚烈 下的分量绝不能中 尤其和八仙汤中的 八味伤药 均有冲撞 与你身子大有损害 虽不致命 但可致你缠绵难遇 原来如此 你猜测 与外的十四人也是这样 这是更加奇怪 就算我爹爹 或是峨眉派 无意中得罪了胡先生 但不能那一时四人 也都如此 吉姑姑 这蝴蝶谷甚是隐僻 你怎能会找到这里 那打伤你的金花主人 去又是谁 这些事跟我无关 原不该多问 但眼前之事甚有蹊跷 请你莫怪 吉小福脸上一红 历时便明白了 张无忌的话中之意 她是生怕这件事 和她未嫁生女一事有关 说起来令她尴尬 你救了我的性命 我还能瞒你什么 何况 你待我和布尔都很好 你年纪虽小 但我满腔的苦楚 除了对你说之外 这世上 也没有可以吐露之人了 话到此处 她意起自己的往日 遭忌不禁流下泪来 第五集 张无忌为了弄清胡青牛 半夜给众人下毒的缘由 向吉小福打听 吉小福一起过往 不禁流下泪来 只见她取出手帕 试了试眼泪 终是将前因倒了出来 自从两年多前 我和一位师姐 因事失和之后 我并不敢去见师父 也不敢回家 那毒手无言丁领君 坏死了 姑姑 你不用怕她 你怎么知道 吉姑姑 其实那晚之事 我都瞧见了 张无忌将那晚她和长玉春 如何躲在树林之中 如何见到她 相就彭和尚 真是说了 吉小福悠悠叹了口气 若要人不知 除非己莫为 天下人的耳目 又怎能瞒过 吉姑姑 殷流叔虽然为人很好 但你要是不喜欢她 不嫁给她又有什么打击 下次我见到殷流叔时 请她不要逼你 你爱嫁谁 便嫁谁好了 吉小福听她说的天真 将天下事 瞧得推是轻易 不禁苦无效 孩子 也不是我有意 对不起你殷流叔 当时 我是事出无奈 可是 可是 我也没有后悔 我 这孩子的心地 有如一张白纸 这些男女情爱之事 还是别跟她说的好 何况眼前之事 也不见得与此有关 我和丁师姐闹翻后 从此不回峨眉 带着布尔 在此以西三百余里的顺庚山中隐居 两年多来 每日只和乔子相农为败 倒也逍遥安乐 半个月前 我带了布尔到镇上去买布 想给布尔封几件新衣 却在墙角上 看到白粉笔画着一圈佛光和一把小剑 粉笔的印痕肾心 这是我额眉派 呼召同门的讯号 我看到后自视大为惊慌 沉阴良久 自存 我虽和丁师姐失和 但屈不在我 我也没做任何歧视派门之事 今日 说不定同门遇难 不能不加援手 于是依照讯号所示 一直跟到了凤阳 在凤阳城中 我又看到了讯号 便携同布尔 到了临槐阁酒楼 见酒楼上 也有七八个武林人士等着 共同派的上手前篮剑截 华山派 薛公远他们三个师兄弟 都在其内 可是并无额眉同门 我和剑截 薛公远他们几个 以前见过 问起来时 原来他们也是看到 同门相照的讯号 各自赶到这儿来赴约 到底为了什么事 却谁也不知 只等到向晚 也不见我额眉派同门到来 后来却又陆续到了几人 有神权门的 有丐帮的 都说是接到同门邀约 到临槐阁酒楼聚会 但个个是受人之约 没有一个是出面邀约的 大家细思之下 都起了疑心 聚在临槐阁酒楼上的一十五人 包括了九个门派 每个门派的传讯记号 自然各不相同 而且均严守秘秘 若非本门中人 见到了绝不止其中含义 倘若真有敌人暗中布下阴谋 难道他竟能禁止这九个门派的暗号 我一来带着布尔 伤怕遇上凶险 二来 我也确实不愿和同门相见 既见并非同门囚员 便起身下楼 忽听的楼梯上嘟嘟声响 似是有人用棍棒 在梯极上敲打 跟着一阵咳嗽之声 一个公腰驱背 白发如银的老婆婆走了上来 她走几步 咳嗽几声 显得极是辛苦 旁边一个十一二岁的小姑娘 扶着她左臂 我见那婆婆年老 又身有重病 便闪在一旁 让她先走上来 那小姑娘神清古秀 相貌美丽 那婆婆 右手撑着一根白木拐杖 身穿布衣 似是个平家老妇 可左手拿着的一串念珠 却金光灿烂 闪闪生光 我宁神看去 只见每颗念珠 都是黄金筑成的一朵梅花 张无忌听到这里 心神微微一动 忍不住插口 那老婆婆便是金花的主人 不错 可是当时 却有谁想得到 纪晓夫从怀中取出了一朵 小小的金筑梅花 正和张无忌 曾拿去给胡青牛看的那朵无忌 张无忌大旗 他这几天来 一直想着那金花的主人 料想 他不知是个多么猙獰 可不凶恶厉害的人物 但是听吉小福所说 却是个身患重病的老婆婆 实是大出他意料之外 那老婆婆上得楼来 又大咳了一阵 火婆婆 复刻药吧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只有十五个人 您问问他们 武当派和昆仑派的人来了没有 他说什么呀 什么来了没有 不知道啊 我乃空同圣守 捷懒浅捷 你是何人 我婆婆问你们 武当派和昆仑派的人来了没有 小姑娘 你说什么 我婆婆问 为什么不见武当派和昆仑派的弟子 你们究竟是谁 我见那老婆婆 弯着悠悠咳嗽起来 突然之间 一股进风袭向我胸口 这股进风不知从何处而来 却迅疾无比 我连忙身掌挡戈 当时胸口闭塞 气血翻涌 站立不定 便即坐倒在楼板上 吐出了几口鲜血 但今儿老婆婆身形飘动 东岸一掌 吸尽一拳 中间还夹杂着一声声咳嗽 顷刻间 将酒楼上 其余一十四人尽数击倒 他出手突如其来 身法既快 力道又尽 我们一十五人 竟没一个能还得一招办事 美人不是学到糟点 便是为内力震伤脏腑 随后 那老婆婆左手连羊 竟话从他念珠串上飞出 一朵朵的 分别打在十五人身上 阿弥陀佛 走吧 那老婆婆那便走了 当时我与那一时四位重伤在身 皆是一头雾水 吉小福说到这里 杨不悔已编好了一个花冠 笑嘻嘻地走来 妈 这个花冠给你带 他说着便将那花冠给母亲带在头上 吉小福笑了笑 继续言说 当时九楼之中 一十五人个个软瘫在楼板上 有的还能身影几声 有的却已上气不接下气 妈 你在说那个恶婆婆吗 别说别说 我怕都会 好好好 乖 乖孩子 你再去彩花编个花冠 给无济哥哥带 你喜欢什么颜色的 要红色的 还要些白色的 越大越好 这样大吗 好 就是这么大 好 我在昏昏沉沉沉沉之中 见十多人走过来 都是九楼中的酒宝 掌柜 厨子等等 将我们抬入厨房 布尔这时早已吓得大哭 跟在我身旁 那掌柜的手中拿着一张单子指着简洁 在她的头上涂这个药膏 是 把她的右手贴在左臂上 好 至于这个女的嘛 敲碎壁骨 再喂点好东西 是 来 按住了 我明知 那必是剧毒 但当时只有受人摆布的份 又如何能反抗 我们一时无人 便这般 给他们袭击古怪的试了一番酷刑 现在啊 你们每个人都已身受不治之伤 没有一个人能活过十天半月 金花的主人说了 他老人家呀 跟你们原本无怨无仇 瞧你们这个可怜劲的 老人家大发慈悲 指点一条生路 你们赶快到女山湖畔蝴蝶谷去 恳求一个号称蝶谷一仙的胡青牛使救 记住了啊 要是他肯出手 那么每个人还有活命之望 否则当时没有一个人能救你们的性命 这个胡青牛啊 又有个外号叫做见死不救 你们若不是死磨烂蝶呢 他是绝技不肯动手的 你们跟他说 金花的主人不久就去找他 叫他 及早预备后事吧 他说完之后 详细指明路径 大伙便到了这里 吉姑姑 如此说来 那灵槐阁酒楼中的掌柜 厨师 酒保等一干人 都是那恶婆婆的同伙 直到今天 我仍半点也不明白 那恶婆婆 为什么要干这桩怪事 她若跟我们有仇 要娶我们性命 原只举手之劳 若存心要我们多吃些苦头 以这些恶毒的烦来痛加折磨 为什么又指点我们 来向胡先生求医 又说 她不久后 便来找胡先生寻仇 难道用这些千奇百怪的法 将我们整治一顿 是为了试一试胡先生的医道 这金花婆婆 既要来跟胡先生为难 按理说 胡先生原该将你们治好 其心合力 功于大敌 否则 她口中说不肯失智 为什么又教了我各种解救的方术 实用起来 却有灵效 那是她明里不救 暗中假手于我来救人 可是她教我治好了你们 却又半夜里偷偷前来下毒 令你们死不死活不活的 真是奇怪之急 两个人商量良久 想不出半点缘由 杨不悔已编了一个大花冠 给张无忌带在头上 张无忌想了又想 终是不明就里 吉姑姑 以后除非是我亲手给你端来的汤药 否则千万不可服用 晚上手边要放好冰刃 防人加害 眼前你还不能离去 等我再配几剂药给你服了 内伤无碍之后 趁早带了不回妹妹逃走吧 好 孩子 这幸福的军心如此叵测 你跟她同住也非善策 不如咱们一起走吧 她一向对我倒是挺好的 她本来说 待治好我身上阴毒之后 便将我害死 但她既治不好 这也不会出手害我了 本来咱们这时便走 最是稳妥 但如何医治姑姑内伤 我还有几处不明 须得再请教胡先生 她既暗中下毒害我 那么教你的方术 只怕也是故意说错 那又不然 胡先生教我的法子 无不笑颜如神 这中间的是非 我是分辨得出的 其就其在这里 我本来想 那金花的主人 要来为难胡先生 他身在病中 我可不能在他有难之时 离他而去 但胡先生 似乎是假装有病 当天晚上 张无忌睁眼不睡 道得三更十分 果然又听得胡青牛 悄悄从房中出来 到吉小福的茅棚中去下毒 这般过了三日 吉小福因不服毒药 痊愈得甚快 简洁薛公远他们 却是好了又发反反复复 有几个脾气暴躁的 已大出怨言 说张无忌的医道太过低烈 张无忌也不理会 准你过了今晚 便和吉小福母女脱身远走 自己阴读难除 也不回武当山去了 免得太师傅和众师伯叔伤心 不如找个荒僻的所在 静悄悄的一死便了 这晚临睡之时 张无忌想明天一早便要离去 胡青牛虽然古怪 待自己毕竟不错 若非得她医治 也能活到今日 这两年多来 又蒙她传授了不少医术 相处一场 临别时 自也颇感黯然 于是走到她房外 问候了几句 又想起那金花婆婆 早晚要来巡视 不知她要如何抵御 不禁为她担心 胡先生 你在蝴蝶谷中住了这么久 难道不厌烦吗 为何不到别的地方玩玩 我有病在身 如何行走啊 套一辆罗车便可走了 只要用布蒙住车门车窗 密布通风 也就是了 你若愿意出门 我陪你去便是 孩子 你倒好心 天下虽大 只可惜到处都是一样 你这几日胸口觉得怎样 丹田中寒气翻涌吗 寒气日甚一日 反正无药可治 修认其自然吧 我开张救命的药方给你 用当归 远治 生地 毒活 防风五味药 二更使 以穿山甲为饮 吉福 啊 张无忌吃了一惊 心想 这五味药和自己的病情绝无关联 而且药性颇有冲突之处 以穿山甲做药饮更是不同 先生 这些药分量如何 分量越重越好 我已跟你说了 还不快快滚出去 滚 这些年来 胡青牛跟张无忌谈论一理要性 当他是半徒半有 虽年岁相差甚远 待他向来颇有礼貌 这时竟忽然如此不留情面的呼叱 但是张无忌一听之下 不由得怒气冲冲的回到卧房 我好意劝你远行避祸 没来由去遭这番折辱 又胡来开这张药方给我 难道我会上当吗 他躺在床上 想着适才胡青牛的无理言语 只觉太过不尽人情 正要朦胧入睡时 呼的却是一阵 当归 远至 哪有分量越重越好之理 莫非 莫非他说当归 乃是该当归去之意 远至 是叫我置在远方 高飞远走 生地和独活的意思 不可经由谷众大陆而行 而且 去二更市挤走 这么一想 他对胡青牛这张要不对证 且莫名其妙的方子 灯石豁然境界 于是立刻跳起身来 可是 转念又是一阵疑惑 胡先生 闭着眼前大祸临头 是以好意叫我急速逃走 可是此刻 如果敌人未知 他为什么不明明白白跟我说 需要打这个雅弥 倘若我揣摩不出 岂不无事 此刻二更已过 须得快走 他暗想 胡先生必有难言之隐 因此这些日子始终不走 说不定暗中 也安排了对付大敌的巧妙机关 虽叫他防风独活 但是吉小福母女却不能不救啊 他悄悄出房 走到吉小福的茅棚中 只见吉小福躺在稻草上 却另有一个人弯着腰 扶在了吉小福的身前 这一晚是月瓣 月光从茅棚的空隙中照射进来 张无忌见那个人方金阑珊 轻步蒙脸 正是胡青牛 瞬息间千百个疑团一起涌向心肩 只见胡青牛 左手捏住吉小福脸颊 逼得他张开嘴来 右手取出一颗药丸 便要喂入他口中 张无忌见情势危急急忙跃出 胡先生 不敢害人 那个人一惊回头便松开了手 砰的一响 背上已给吉小福一掌击重 他身子软倒 蒙在脸上的青布也掀开了半边 张无忌一看之下 不禁惊呼 原来这个人不是胡青牛 秀眉粉脸 却是个中年妇人